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会先用投影片带各位来稍微认识一下 Wirely Online Library 这里面的内容收入了些什么东西 之后我会带大家线上操作的一个模式 去看看怎么样进到我们这个平台 然后怎么进行检索 然后里面有什么样的讯息是可以帮助你们 在未来研究上面的时候可以作为参考使用的 好 那我们就不多说 好 那我等一下会后会有两个有讲中答题目 那有准备一个小小的奖品 所以呢 一个这样的耳机这样子 所以欢迎各位等一下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能够给我一些互动 那也能够做这样的一个回答 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能够 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 好 这边有一个是简单的一个使用手册 可以让各位来参考 那我就把各位的画面切到跟我的电脑一样了 好 这个是我们Wirely Online Library 的平台 那它其实使用在设计上面非常的简单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很干净 所以不用太多的技巧就可以去使用到它 那刚才有说到 我们会做一个资料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内容 然后还有个个人化使用的部分 来做这样的一个介绍 好 整个收入内容的话呢 其实整个Online Library 就像是一个线上的图书馆一样 它包含了期刊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的期刊有收入一千多种 可是呢 各位在使用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全线上面的限制 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教大家来做全文使用的一个判读 那同时呢 我们也有电子书 还有百科 还有实验手册跟资料库 这些内容在这个里面 基本上我们的摘要是都可以免被使用的 所以如果说你们叠选全文 跳出要你们输入账号密码的画面的时候呢 就表示那个是没有使用权限的 你们要嘛就是透过图书馆的管际户界去取的那个全文 要嘛就是可以推荐图书馆去订购这样的一个内容 好 那整个那个平台呢 我们会分为几个学科类别 那刘小姐这边图书馆有提供各位的一个细索的一个背景 好像今天生物相关的细索的我们学会比较多 对不对 可以稍微让我看一下吗 有跟生物相关的 两三三四位 啊 也有画工的对不对 有画工对不对 可以稍微让我看一下吗 画工的 咦 没有啊 那剩下呢是哪些细索可以稍微让我知道吗 因为我今天准备的一个期刊的介绍会跟生物比较相关的 OK好 那我们就等一下还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向来为各位介绍我们平台里面的一些功能 好 所以其实平台里面呢 你们可以看到我们大概分为几个学科 像农业是以前学校这边比较强项的农业愉悦各食品管 科学啊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医学啊 化学的部分 那每一个大的学科类别下面还会再分子学科 所以你们可以点进去之后再去看看 跟你们学科比较相关的部分的一些资料收入 好 今天的一个重点会放在期刊 因为学校目前订购的使用全线是在期刊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会放在期刊 那期刊的话呢 这边 有一个期刊的一个收入的一个学科类别 我们刚才有说到整个挖里在医学的部分 健康科学的部分会是在它的一个比例上面比较大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呢 在人文社科还有在生命科学其实也不小 如果有跟商学还有商学跟管理学科的话呢 其实这个部分的比重也蛮多的 这是一个比例的部分让大家来做一个背景的概念 那在职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有跟超过450位诺贝尔奖得主合作出版 他们的职科研究发表啦 或是出版书籍 所以在品质的部分就是一个参考 那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特色 我不晓得同学今天大部分是研究所吗 研究所可以稍微让我指导一下 哦 真的都是研究所 那不是研究所的话 有老师来吗 没有哦 那就好 有老师来感觉好像好像有点点紧张 好 那研究所的话 同学应该有听过其他的一个 类似的资料库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嘛 对不对 那可能你们会发现 好像很多的西文奇汉的一个出版社 彼此好像都有一些特色 那就我们家Y的特色是我们跟很多的学会合作 我们跟800多个学会合作出版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部分呢 因为通常学会他们会比较注重在研究 这个部分的品质的控制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是强调 我们在职的一个管控会比较严谨一点 那也 学会的部分的话 有另外一个特色是我们跟很多欧洲的学会 这边来做合作 所以是一个比较跨国际性的这样的一个 资料的收集 不会着重于特定在哪家啦 或是在哪一个地区的一个资料收入 好 那GCR 现场也没有人知道 GCR 是什么东西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这样的一个资料 你有没有同学有提到过 没有啦 我还有准备一个特别的奖项 这样 好 这么多的一个期刊 我们刚才说 我们里面有收入1500种期刊 对不对 那这些期刊 我们说我们的期刊好 可能别人不一定这么的认为 那有没有一个标准 可以当做一个判定的标准 像大家有看篮球比赛 篮球的选手 每个人都有在一个三分球的得分逆重率 或者说他在篮网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超级 还有超级这样的一个比率的呈现 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字 去判断说 这个选手他的一个表现如何 当做一个依据 期刊也有这样的一个数据 他们是用所谓的一个隐文的 这个部分的资料 为什么要用隐文呢 因为你一个文章发表之后 如果他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会影响到其他人在这个部分的一些 在这个部分的一个资料搜集的时候 别人会引用它 你们在做那个reference的时候 你们会引用它嘛 所以当一篇文章被引用的越多 或是一个期刊被引用的越多 就表示他在这个学科类别里面 他的影响会比较高 那相对的他的一个出版的内容跟品质 也会比较严谨跟重要 所以他是一个参考值 他不是一个绝对值 那他这个参考值 其实还满公平国际性的 目前大部分的一个学科 国际的一个这样的研究机构 都会利用JDR当作一个参考 那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数据 可是他是一个比较大家在 这几年来比较广泛在使用的 那我们也利用这样的一个隐文报告 我来为各位去警示YDR的一个期刊的表现 我们刚才有说到我们有1500种期刊 那YDR里面有1202种的期刊 是有影响指数的 这表示他其实在这个学科领域里面的 影响还蛮多的这样子 然后呢其中有27个期刊是在该学科领域 他们大概有30多个学科这样子 在该学科领域里面 300多个学科 不好意思 300多个学科里面 我们有27个是在这个学科领域排名第一名的 他的影响指数是第一名的 最具影响力的这样 然后有244项是在这个学科领域里面前10名的 另外呢我们有42个学科领域里面呢 他占的比例很高 就是我们在这42个学科里面 他的一个影响的一个状况 另外有一个期刊 这个是CA 这个比较临床医学的期刊 他在JCR 当中有一个 持续获得很高的影响指数 这个指数呢其实大家 大概给各位一个参考 如果说读书馆未来有办一个 JCR 这样的一个说明 使用说明的时候你们可以来听听 因为他有个计算值 那在理工学科的话 大概10左右 有10点多这样的一个影响指数 都已经表现得很不错了 那在人文社科或商学的部分的话 大概5左右是一个还不错的表现 可是我们这个CA 的这个期刊呢 他其实有超过150 就是说他的一篇文章发表出来 有超过一百多个人会去引用他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会把它特别拉出来 让各位来看 好 那当然我们除了线刊 强调我们现在最新的研究之外呢 我们也要回溯他的一个源头 他的基本 为什么这个研究会发展到现在的一个来源 所以我们也有所谓的回溯期刊 那最早的话可以回溯到 1700年18世纪这么早的一个资料 所以这个资料的一个完整性 是非常充足的 好 那这样的一个简单介绍完之后呢 我要把各位的电脑切换到 我们直接线上来操作 目前这样的一个介绍 清楚吗 讲话速度会不会太快 不会喔 好 因为我偶尔会对人家纠正 我的速度太快了 讲的跳得太快了 这样 好 好 这个是学校的图书馆首页 那各位进到这个图书馆首页之后呢 嗯 我刚才没有跟刘小姐做这样的一个 事前的一个练习 好应该在旁边常用资料部里面 有一个这个歪理连结 这个部分 你们可以直接做一个点选 然后账号的部分 可能要麻烦刘小姐 这个账号的需要设定吗 对不对 还是直接做 guest的登录 OK 好 那你们各位就是应该是用学号 当做你们的账号吧 去做这个部分 所以你们各位对于自己的账号都清楚吗 清楚齁 如果不清楚可能就跟图书馆这边 或是跟学长姐的边来问一下 好 这个刚才我们说过我们的一个平台的一个长相 那其实它真的不难 有几个区块跟大家带过来浏览一下 首先呢 它会分为几个区块的一个呈现 上面的话呢 会是一些快捷键 让我们去点选到期刊 如果用ABCD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检索 没有特定的期刊要去检索的话 会相对应到下面这个部分 那如果你要by subject 分科的话呢 其实也会对应到这个部分 那如果说你点到特定的一个学科类别的话 你会发现它旁边还有细的部分 可以看过来 那旁边的resources的话 就会看到这边 那这边呢 其实今天大家花了一个小时过来 上完这堂课可能会有一些吸收 但是有一些部分可能在回去之后会忘记的话 那没有问题 你可以看到我们旁边这边有一个 training and tutorial 上的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呢 你可以利用自学的一个方式 要嘛去看我们的一个影片的播放 这个影片播放的话呢 会有繁体中文版 然后讲台湾国语的 没有来讲国语的 台湾式国语的那个版本的 那如果你想要练北京腔的 然后也没有问题 你想练日文的也可以 我们有个多国语言的一个支援 那你就可以根据里面的内容去点选 然后去播放 那如果你想要不想听声音 你想直接阅读的话呢 我们也有中文的使用手册 繁体使用手册 你们可以下载进来 好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一堂介绍完之后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 或是说有点模糊的地方的话 你们可以进来这边做一个温习的 好 那在整个浏览的部分的话呢 您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学科类别 那我们刚才有说到其实 今天会觉得好像是跟生命科学比较有相关的 那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跟Ecology 的 title 会比较相关的 是我昨天特别来为各位做 今天这堂课程一个介绍的一个范例 那希望藉由这样的一个期刊 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 好 您可以看到我特别针对某一个学科领域进来之后呢 它会带我们到一个landing page 那这个landing page里面有一些重要讯息 你们可以去阅读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逐一的去介绍 旁边这一边的话 您可以看到还可以有很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字的学科分类 在这里可以让各位来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认识 一开始的话 你可以用keyword 来去做寻找 或者说你可以利用我们这个分类的部分 来去认识我们平台当中有多少跟那个学科类别是相关性的 好 一旦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点选整个大范围的ecollege 之后呢你进来可以看到 这有四百多个 401个跟这个学科类别相关的 那旁边呢 这边有一个需要各位来注意的部分 就是它其实是包含了期刊跟书跟资料部 都在这里面 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期刊的部分 所以您可以特别针对期刊的部分 去做这样的一个筛选之后 您可以把期刊的这个部分拉出来 那旁边这个锁头呢 就表示学校有没有使用权限 有那个锁头 就有打开的锁头就表示学校可以用的 但是里面有一点点需要各位去注意的是说 它的年份上面会有一个区隔 因为我们通常会从1997年之后才会开放 那97年以前我们会算是所谓的货刊 是要另外购买的 这个部分的话 你们在使用上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 先各位做这个说明 好 那 这个Ecology Letter 是一个我们的期刊表现得还不错的 我们为各位来介绍一下 好 点进来这个期刊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一开始在这里 会是一个期刊它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刚才有说到 如果说它在JCR上面有一个排名的话 跟影响指数 影响指数就是说它被其他人去引用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期刊其实引用的状况是 它的指数有13.042还不错 那它在这个JCR有一个排名 就是说它在Ecology这样的一个哲学领域当中 140种的期刊它排名第二 所以其实表示它在这个哲学领域的影响还蛮高的 那也会是比较多人来去阅读的一个这样一个资料 那对于你们在写报告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当作一个你资料来源的一个参考 因为如果你引用的都是一些 不是太具有这个参考价值的那个资料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质疑你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不是具有这个说服力 那如果你能够引用是一个印象指数比较高的期刊的来源的话 通常这个部分的结果老师会比较 会给予个认同 所以这个是当作一个参考 那在往下拉的时候 您会发现我们一开始会设定是在一个最新的卷期 那现在才10月 可是我们已经有11月的卷期 这个就是电子版的一个好处 你们已经可以看到11月出版的资料内容了 那甚至呢我们在往左边这边带过来看一下 这边有些讯息呢也要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除了你可以看到最新的卷期之外呢 我们旁边这边有一个 Find Articles 里面有一个Early View 的一个功能 这个Early View 的功能呢就表示说 因为大家现在研究的一个学风比较盛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每个编辑他们在接收期刊的那个数量很多 甚至已经有很多已经确定要出版 只是还不晓得在哪一卷哪一期出版的情况下 但它已经形成了这个出版的形式 我们就会把它放在Early View 它有可能是在两个月后三个月后才正式出版 那但是呢在这个平台当中 你可以已经比一般的全文使用 因为日本的其他使用者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平台使用者 还要更早去看到那个全文内容呢 所以这个部分的资料对于新的研究来说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讯息 可以让各位来这边参考一下 那Early View 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平台当中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旁边还有另外两个连结 一个就是Most Assets 的这个部分 为什么要把这个拉出来呢 其实是有我们的期刊 不一定每个期刊都有啦 它是有的期刊的编辑 它会把它前一个年度或是前一季 最常被人家去下载全文的期刊 它把它把它标出来 那就是当作一个参考 让你知道说全球的一个研究潮流 目前在哪一些领域上面 它有被重视到 然后哪一个部分的发展 其实大家有在关注 所以Early View 的部分是全文下载的部分 那Most Assets 就是说 最多人去引用这篇文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讯息 那你可以从它们被引用之后的一个状况 去知道说 为什么这个文章它发表出来之后 产生了哪些影响 然后别人为什么要用它 它会有一些后续延续出来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部分的讯息呢 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参考 那这个部分的讯息都是Add On 牌头 就是Add On 的一个讯息 加持的一个服务 所以各位可以从这个品牌当中去取得到的 好 那我们就进到一个期刊本身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内容 我们来为各位来做介绍 我们蝶选最新卷期 您可以看到呢 每一篇文章一定会有PDF格式 然后会有HTML格式 但是中间有一个被highlight起来的 enhanced article 这个部分 这个是我们在今年二月份 才新公报的一个新的一个阅读的一个格式 叫anywhere article 那它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用一篇文章来为各位做这样的一个呈现 laters 好 如果我是用正常的HTML格式我来开启 还有我用anywhere article的格式我来开启 我们来用这两个方式来为各位做呈现 PDF格式我们就不用特别介绍了 因为它就是像一般我们在纸本期刊的那个长相 它就是那样的一个方式 然后比较好存取跟阅读 好 这个是一个HTML格式的一个阅读情绪 首先呢 会看到它的一个文章的title名称 然后下面是它的一个作者的一个讯息 这个作者讯息的部分呢 我希望能够有机会为各位带到一下 然后呢 你可以往下面看 那一般HTML格式 我们的一个设计的话呢 其实它已经蛮贴心的 它就会帮各位把这个文章分为几个段落 你可以用旁边的快捷键 直接到达一个你想要看到的一个结论 或是看那个方法 直接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 那当中如果有图片的话呢 甚至你去点选它 那个图片都可以把它打开放大 看得还蛮清楚的 对不对 那你会看到旁边有个小功能 如果说你要叫报告 你要用这一个图片的话 你可以不用在什么CopyPass的小画家那边点击 很麻烦对不对 你只要点一下这个Download to PowerPoint 它就可以帮我们下载到PPT 然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非常贴心的帮我们把Title筑记好 把料来源筑记好 把连结设定好 就可以叫作业了 这是老师非常喜欢的一个功能 那同学在叫作业的时候也觉得 好贴心喔 都不用再去加工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功能大家收起来好好用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一般HTML格式 那当然旁边的连结啊什么 这个来讲 都是大家熟悉的一个使用方式 可是呢 你会发现它其实在阅读的时候 旁边会有一些 呃 你们觉得会比较杂乱的一些讯息在旁边 虽然它是我们视为贴心的一些功能 例如你可以把它存到My Profile 存到去分享给别人 这个部分的讯息我怎样会带到 可是呢有一些读者他们希望可以 就一个简单的一个阅读形式 Temperate Unvaluable Why 带我顶一下这个部分 Oh Oh What Happened 是这一天文章哪个学 我试试看其他文章 Oh Oh Listen 好吧 我用文影片来介绍一下 这个Anywhere Articles 的一个设计呢 其实呢 就是要把旁边刚刚讲到的那个 有的没有的东西呢 把它给删掉 像我们刚才 一旦点选到这个文章之后 HTML格式的文章 它会是这样的一个呈现 PDF格式的呈现 可是如果是进阶版的话 Anywhere Articles 点选进来之后 它就会是一个很干净的一个阅读方式 它其实像是PDF的格式 但是它也有超连结这样的一个功能 然后呢它符合我们现在行动载体 相信大家用那个iPad或是那个使用那个手机去看文章的一个习惯都已经慢慢的养成了嘛 所以那个载体它其实可以根据你的荧幕的大小去做这个变化 你可以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文章格式去方便你的阅读 然后呢根据你的一个使用上面的习惯去做一些设定 另外一个好处呢是我们要为各位介绍的是 你会发现旁边这边呢 我们刚才的图片其实在下载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蛮清楚了对不对 可是呢在Anywhere Articles 里面呢 它有一个所谓的图片的一个浏览器 它会把图片另外拉出来变成一个图片集 那你可以直接去做针对图片的一个读取 那你在我们Anywhere Articles 这个平台里面 这样的一个格式当中去读取的时候呢 它除了可以呈现它一般的格式之外 它还可以去 等一下 还可以去放大缩小 像例如说我们想要看其中的某一个细节部分 你可以一直再放大 再放大 再放大 可以放到很大 这样 所以其实呢这个部分在读一些表格拉 或者说一些分析的时候 图片的时候呢 其实这样的一个高解析度的一个图片 其实还蛮有帮助的 可惜今天为什么 好像没有说到我们平台有维修的一个这样的功能 可能是暂时的 等一下过一阵 它会解除掉 那浏览完之后呢 我们再为各位再带到 怎么去做检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怎么去做检索呢 其实可以回到 你可以看到旁边这边有个search 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search的部分的话呢 有一个一般的一个检索 例如说你想要针对我们的整个content 或是我们的这一个棋刊 你要针对这个棋刊去进行检索 在这边都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栏位去做设定 或是这个卷旗去做设定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其实呢下面有一个所谓的进阶检索 可以帮助大家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设定 好那进阶检索这边的话呢 其实我们有一些小技巧都放在我们的search tips 里面 它其实很多功能 那今天我介绍两个给大家认识 你这两个应该就很够用了 一个就是我们在专有名词设定的时候 例如我们想要看 Bio Technology 跟Bio Technology Change 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 你想要把这样的一个专有名词设定在一起 这两个专有名词设定成一个专有名词的情况下呢 我们只要去做一个双引号的一个设定 然后在双引号中间去输入我们的关键词 那这样Bio Tech Bio Technology 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字根是相同 只是有时候自我会做一点变化的情况之下呢 另外一个功能就是我们的一个星号切结 你可以用那个星号上面就是用Ship加8 这个星号的一个功能 它这个就表示后面所有的电话 它都会帮我们包含在里面 不管它是复数啦 形容词啦 副词啦 什么的 动词啦 进行式啦 都会被包含在里面 那你就不用一个一个去做key in 的动作 所以在那个星号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去做 我们可以等于是把后面万有资源 全部都包含在里面 好 我们假设我们要把Bio Tech Change 这样的一个名词 当作我们的检索关键字 然后呢 旁边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检索栏位的一个设定 一开始通常如果你不确定 你这样的一个检索 检索词汇 有没有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 有相关文章的话 你会大范围的去做检索 之后再来慢慢限缩 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建议 然后呢 你可以去用 不灵逻辑 and or not 大家还记得以前有学过and or not and 就是a and b 两者的交集 or 就是a 或 b 两者的连集 两个都有的情况下 not 是a not b 有a 可是比较有b 排集 这样的一个不灵逻辑的一个设计的情况下 我们去做这样的限定 好 那我们如果假设是一个Google 好 一个全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 其实有点点 好 我们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检索测试看看 在我们平台当中 有多少是跟这样的一个检索结果是相关的 哦 没有 有可能我的检索策略 需要做调整的情况下 我们这时候可以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修改 好 我把这个关键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嗯 如果说我们在做不一样的检索策略 在做一些修改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会 会记录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个设定 好 如果放大 不要再 这样的关键词的话 OK 好 可以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Biotech 跟 Global 这样的两个关键词 同时存在的一个情况下呢 你会发现在这里就会找到两个答案 好 那这两个答案呢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做这样的一个阅读了 好 然后我们选第二篇的HTML格序 好 一样大家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文章当中来看 那如果说这一篇文章呢 其实是我需要看到的一个文章 我想把它存取下来 那这个情况之下 你有几个方法可以做 第一个是你可以把它存存PDF格式 放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去读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存到你的个人的一个 专属的一个帐号密码里面 那这个帐号密码呢 要怎么去申请呢 只要你在学校的IP范围之内 你都可以去申请一组你的个人帐号密码 你只要在这边去做这个 Save to my profile 这样的一个功能 你去点选之后呢 它会要求你输入一组帐号密码 如果你从来没有去申请过 诶 有点 OK 它会出现在上面这边 它会要求我们要Login或是Register 所以你在这边去点开之后 你从来没有去申请过的人 你去点选Register 如果今天各位等一下有空的话呢 可以留下来稍微做这样一个注册 要在IT 学校的IT范围之内 有信号的就是要麻烦各位去填写的 那你的账号就会是你的个人的Email Address 包括小老鼠后面的那个Mail Server 都要放进去 然后Password的部分的话呢 它那边会要求五到三十二个字母 或字圆的一个组合 所以我通常会建议各位放身份证字号 或者是那个电话号码 这样子就比较不容易忘记 好 你的名字跟你的姓氏 我们接受英文的输入 然后在Country Location的部分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做一个 使用者行为调查的时候的参考依据 所以你可以 不会影响到你的资料筛选 你只要点开之后 你打T 它就会跳到台湾 那如果你想当瑞士人 或是当美国人 都没有问题 其实不会影响的 好 然后Area of Interested 部分的话 也是一个资料的搜集 所以呢 针对你个人的一个 你的研究的一个专长 你可以去点选你在哪个部分 是相关性的 Promotion Information的话呢 如果你希望收到我们一些 新讯息的通知的话 你可以选择用电子email 来收这个资料 或是你想要一个邮寄的版本 那它会要求你输入一个 英文的地址 它会寄给你免费的 最后一个Ternal Use 就是在智慧财产权这个部分呢 要勾选完 那最好是能够去阅读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阶段的 智慧财产权的一个设定 好 这样一个资料搜集 填写完之后呢 你去申请这次的注册 它会在五分钟之内 发一个确认信函 那你要去开通那个连结 你的组织上号密码 才能够开始被使用 如果没有去开通那个连结的话 它会二十四小时之后 就会把你这次的申请给取消掉 那个连结就没有办法再开始用 你就要再重新再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基本上呢 今天的一个介绍 会是以这样的一个目的为主 如果说有在用分子结构的 现场有同学在用到分子结构 是这样的一些资料的人 同学吗 有吗 因为我们现在有另外一个产品呢 就是另外一个期刊 它的一个功能呢 会蛮炫目的 就是特别是在分子结构式的 这个部分的一个呈现 那这个是免费的 所以我会带给大家来看一下下 就是在蛋白质结构的 是蛋白质科学的这样的一个期刊当中 你会发现到 它这里会特别把一些图片拉出来 让大家看之外呢 下面有一个所谓的一个 这个3D的一个DRAVA呈现的功能 那这个情要去开启这样的一个功能呢 基本上会需要去安装一下 它们那个DRAVA的一个驱动软体 如果你安装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它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跑 那个DRAVA 那个DRAVA DRAVA 这个部分的话呢 算是一个另外提供大家来参考的一个功能 那我现在因为时间也差不多 我现在先把电脑还给各位 然后呢 希望各位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机会 去摸索一下 然后去完成个人化的一个注册 那我会在五分钟之后呢 会有两个题目给大家 让大家来回答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有没有回答 然后有个小小的正品 可以提供给各位 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提出来 我会在下面就是帮大家来做期许的一个回答 róż ис從 对 Holy 哦 usted 你 就 做 好的 对 可以 你 好 麥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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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可準備好 雞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